嘿嘿嘿 聊世紀 天天的關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 印度斯坦人對上驅著我的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很久沒有來看到 駱駝國的內戰對決了 那兩邊都是 駱駝國 那稍微來解說一下 來看一下印度斯坦這個文明 文明最大的特色就是村民 這個造價非常便宜 而且印度斯坦本身也是個全能型的文明 衛道工兵可以打古拉姆寶兵 有這個串燒能力高遠方 那打到對方騎兵的話 可以轉帝王駱駝 打到對方步兵的話還有這個印度火衝可以用 所以不管怎麼說 印度斯坦算是一個蠻強勢的文明 後期還有這個大幹道 可以讓自己黃金的收益 增加10% 那這個效果讓這個 後期有減很多聖物的時候 效能會更好一些 但圍道非常明顯 多多少少補了一些黃金素 那印度斯坦的後期主要也是打 這個大肉馬 還有這個帝王駱駝火槍 是比較常見的 古拉姆的話真的是比較看情況 才會去出的東西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曲折羅人 曲折羅人比較有特色的東西是 他的馴服的綿羊 可以放在魔防裡面慢慢產生食物 那他一開始會多兩個果蟲 去補出他前面去把這個羊肉 放在魔防肉不足的問題 當然高手們有時候 缺肉的時候還是會把這個羊 放出來先吃一下 先補正自己的經濟才比較重要 那曲折羅人是比較害怕 一開始像阿茲 阿不是阿茲 像是瑪雅阿中國 或是哥德爾這一類一開始 可以點織布的文明 過來去偷射你的領養 這個鹿 或是把你的野味直接射死 那就會非常麻煩 會讓曲折羅人前期缺肉的問題 甚至連封劍時代都很難生 打出一個時代差距 但是曲折羅人前期最大的一個弱點 那曲折羅人到了後期 由於他有殺地利的關係 又有這個魔防一直慢慢獲得肉的一個效果 他可以出軍事單位 省下更多的肉 然後產出大量的兵種 去壓制敵人 那曲折羅人呢 他的閃避馬 還有這個駱駝 都是非常強悍的 因為他的馬舊單位 是有這個額外增上的效果 所以他駱駝的額外增上也是特別可怕 他在團戰的表現 也不輸地龍駱駝 所以曲折羅人呢 他的後期 是比較可看性高一點的 那我是 我是認為 他的最強的時期 應該是在城堡時代 因為到了地龍時代之後 這個其他文明島 能克制曲折羅人的東西 更多一點 那他後期更主力的東西 是這個 環刃頭之手 自己的寶兵單位 但這個東西 到地龍時代成型起來 對方能壓制的東西其實也很多 例如投石測拉火炮 或是大量攻兵 也都可以射掉這些環刃頭之手 所以曲折羅人我個人認為 最強的時期應該是城堡時代 到了帝王時代後期 影響力可能就不是那麼的大了 那在單挑情況下 可能就不太那麼一定了 因為單挑是看整體的這個 戰術的流暢度 還有這個中間的 互打的 這個情況變化 所以他在單挑表現上 我個人認為是不會太差勁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我們先看到地圖的部分呢 曲折羅人是看到黃金在上方 那右邊有石頭 左邊的部分是有黃金 他的附金在前方 這個有點慘 但還好後面有一塊金喔 這是他的救命金 後面還可以開一個城鎮中心 非常不錯喔 這個位置 那前面這裡也可以補一個 好 那看起來這樣地圖不差 而且小微的話也OK 稍微一張小微一下 小微一下 微過來 微過來 都還行 算是四五十分 還沒有到合格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石頭跟附金 有兩個偏太外側 那看一下印度斯坦這邊 印度斯坦這邊是果子在右邊 黃金在後方 手在下面 附金在左邊跟右邊 兩個黃金的位置 偏向靠敵人的位置 那這樣就不太好 很容易被控金就會死去 尤其是印度斯坦這個文明 更需要吃黃金喔 因為他 我們剛剛說到他能克制的冰種 都是需要吃黃金的 普拉姆火槍跟帝王沃駝 都是非常失禁的一個單位 所以印度斯坦喔 本身不太能打垃圾兵喔 要打垃圾兵的話 會比較推薦打這個大洛馬 他的大洛馬是非常推薦的 好 目前看到對手是轉了一個工兵開局 印度斯坦這邊是轉了洛馬 這邊強兵應對OK 這邊駱駝是有偵察到的 現在驅嘴盧倫的一開始的刺猴 變成駱駝刺猴 而不是一半的刺猴 雖然他到封建時代這個時期 會稍微強一點點 但是太多弱馬去圍毆的時候 還是很容易被打輸喔 而且他現在血量已經慘掉了 所以現在要打贏是比較困難的 像滿血的時候 可以各種的去壓制對方馬 好 那打工兵開局的優點呢 就是可以省下一堆木頭 然後趕快去灑農田 不是省下木頭 省下一堆肉 去灑農田 然後去升城堡時代 通常喔 你只要看到對方轉工兵的時候 你就可以意識到 他應該是想要樹上城堡時代 那丹尼斯哥 印度斯坦 這邊應該是有意識到 已經準備要來挖黃金了 也準備斷肉馬 去灑農田 升城堡時代 這邊就會是 印度斯坦 弓兵開局的優勢的地方 因為對方不會知道 他產了多少弓兵 那家裡有沒有維持 這一個問題點 好 來看一下這邊 弓兵要出門嗎 存了大概快要十隻 如果他不出門的話 也可以等到城堡時代上去之後 再去點下奴兵二級四 直接轉一個城堡時代 驅逐羅人 奴兵開局 再轉一個騎士 沒有他沒有騎士 轉這個閃避馬 這裡摩瓦殺騎兵 或是轉這個駱駝 進行反噬敵人 好這邊直接 不管城市中心 直接爆打一波 收掉了一隻村民 手殺石油 這位印度斯坦拿下了 這邊驅逐羅人有點被騷擾到 好把這邊圍死 讓裡面變經濟場 然後這邊再補下更多槍兵 讓若迴進去裡面打架 直接戳掉 搞定 這一波 圍超 打得很好 這位命 應該是越南玩家 他是僅次於ACCM的 越南第二人 第一人還是ACCM 那命的話 我記得他也蠻強的 他應該叫明吧 叫明哥 好 這樣看他的操作 有點像 這個Viper Hera他們 超高速手速 直接把對方落馬 圍在裡面 爆打一波 那升到城堡時代的印度斯坦 看到前方施力 決定在家裡 直接開城市中心 轉農路線 他這邊是2TC 轉開TC的打法 那這樣打法的優點 是減生物不會太慢 村民也不會落後太多 而且可以確保 這個肉類不會斷 裝TC不會斷 那這邊農田沒有繼續掃 這有點奇怪 哇 他如果這樣打就會斷存 剛剛稍微斷了一下 OK 好 極限肉 還行 繼續補 第三個城市中心 會稍微斷一下下 不然就靠買賣一波 但現在沒有市集 先補一個房子 OK 這個 農 開農的方式 開局會有點不太一樣 那我們剛剛有開頭講到 印度斯坦農民 更 村民更便宜 所以他斷村的可能性 會更低一些 你看高手他們都是精算等級 他知道這些 農田量 可以支撐3TC的 剛剛只有12村在撒農田 雙TC其實有點急性 一般文明來說的話 那印度斯坦的話 就還好 這邊想要修理自己的投資車 但沒有成功 缺者羅倫這邊工兵 升級好出發 先壓制著前線的城鎮中心 後面轉出了一台牛炮 下方駱駝無動於中 再等待工程器之後所蓋好 這邊回家應該就會看到了 哇這一波缺者羅倫有點賺 但是後面的駱駝也爆打一波 有可能遭想到 哇 直接戳死 好這邊用閃兵馬去打投資車 直接走到了 城鎮中心內 好這邊投資車打了一發 但是沒有人修理 投資車的關係被收掉了 閃兵馬就是這麼的好用 可以躲避箭矢 送進去爆打一波 好 六傘這邊轉出洛馬升級 輕騎兵加上一勾 目前印度傘這邊的想法是 想要趕快挖出一棟城堡進行反擊 然後很明顯他的石頭在前面 讓他的壓力非常大 好這邊招強到兩隻閃兵馬 可以用這個閃兵馬去解掉剩下的奴兵 哇非常好用 好這邊有挖石頭的控膽 趕快挖一波 那待會城堡可以直接考慮蓋這個位置 守一下左邊的附近 然後順便壓制他的工程器製造所 那工程器製造所現在很危險 隨時都會有投資車出來 所以在蓋的時候一定要重兵去壓制對手 但是... 明明沒有打算讓他有防守機會的樣子 好這邊看到駱駝非常多數量 直接往上貼了上去 直接收掉了旁邊的老頭 後方槍兵加上弓兵 這一波包夾包得非常漂亮 這就是彈從後面 包操這一波很OK 好這邊就可以蓋薄了 蓋哪了? 蓋這個位置如何 哇你要蓋這麼下面了 他想要蓋高地嗎 還是左邊這裡 呵呵 好那印度斯坦往前走 居主羅人決定要 在家裡門口的附近蓋下一根 一根堡 好現在印度斯坦這邊有軍事優勢的關係 想要往前一點 那我認為他貪心了 當對手不會搶兵了嗎 好這裡一根堡要退囉 好看到這裡有城堡 那應該是往這邊蓋了 這裡蓋可以控一下裡面的金 好直接控在後方的墓區 好正面的攻城七十招所就不管了 好按居主羅人 這時候點一下帝王時代升級 那經濟配置看起來 兩邊都是滿正常 並沒有一些太特殊的配置 那居主羅人這邊點下帝王時代配置 肉類還是比較偏多一點 待會可以點下薩蒂莉喔 放到點薩蒂莉的時間 就是點完帝王時代之後會補的 對就是這個科技 這個是一個 玩居主羅人 應該有的慣性 點完帝王時代下個科技就是薩蒂莉 當然才可以把這個文明特性喔 打好打滿 那印度斯坦這邊是補下了帝王時代 還有兩分半 他補了一個草藥治療 這邊可以招搶建築物 居主羅人被迫 刪除自己的建築 右邊這根堡 蓋起來之後 直接在右邊偷採他的酒桃 好 但地方是大概只剩下 5秒鐘就要升級好 居主羅這邊均勻投吸出來 右邊這根堡應該是扛不住 好 但這根城堡 也是可以讓裡面的駱駝 利用草藥治療 快速危險 這也是我很喜歡用的危險方式喔 直接回大堆的單位 好 這裡可以把駱駝放出來 繼續燒了 血淋機補滿 好 再印度斯坦在左邊補雷根堡 想要來防守左邊的黃金礦 但現在深時代燒的偏慢了一點 帝王時代一直上去 點下來是重裝駱駝的升級 這裡有機會我們是可以看到 帝王駱駝對上 驅主羅人的重裝駱駝 這個 增傷駱駝才對 他這個騎兵增傷的效果實在是太好 好 跟駱駝駝司機開拆 下方駱駝聚集的越來越多 這邊也產了一台巨頭 想要反制對方的駱駝司機 喔 沒有嗎 要打的是對方的城堡 這樣是有點危險的事情喔 看到這一波 駱駝司機 瞬間被拆掉 駱駝 看到對方是洞的駱駝 不知道想要去打的意思 先撤退 等一下升級好之後 再回頭打也OK 好 那印度斯坦這邊也是 從右邊右車繞進來 爆打駱駝駝司機 拆掉了一台 第二台第三台沒有控制好 跑去打旁邊的村民了 這裡有點尷尬 左邊的洛普也是一致排開 互換了一波 好 看起來 印度斯坦這邊是送好送滿 這樣送 我覺得不太OK 但他還是送 右邊有一隻駱駝 開始在偷抓右邊的村民 右邊的城堡也被拆除 驅逐羅人這邊 成功手下自己的附金了 好 驅逐羅這裡點下了金冠前線衛隊 那前線衛隊的效果 是增加自己的大象工兵 還有駱駝單位 近戰防護力增加4點的能力 這個能力非常的兇狠 讓對方的洛馬 怎麼打自己的駱駝騎兵 怎麼打都是一點 在清騎兵的部分 那當然你把洛馬升上去 升滿了就不一定了 可能砍一下還有4、5滴 傷害左右 應該是3滴吧 7點的話 大洛馬正常是11攻 減4 大概是4點 對 4、5點左右的傷害而已 印度斯坦這邊轉出來的是化學 想要轉一些火槍 這邊新蓋城堡可能會有點危險 而且現在印度斯坦上 並沒有足夠軍力再繼續壓制 這邊要爆出更多的縱裝駱駝才行 印度斯坦本身也是跟波蘭一樣 沒有這個疾兵喔 都是對抗 沒有黃劍的情況下 對抗對方的駱駝或是騎士喔 都會稍微困難一點 這邊導牆 找到了一隻駱駝 後面呢 最近從11發拆除 3巨頭 5巨頭 還很快 這肯定是收不回來了 12隻的村民 1孫本給我 150巨頭 2 好 雷莉直接補下帝王駱駱 你要帝王駱駱的升級其實沒有到遊俠這麼貴 一千石物加上五百黃金就可以升級了 好 屈指羅羅人這邊要慢慢轉還刃頭子手了嗎 有莎地利的減免下還了頭子手的造價就不會這麼貴 好 左邊開始進攻城堡 右邊這邊騷擾 直接收村 駱駝要下去救的意思 好 右邊的實況拿回來開始再採集 雷王駱駝還有30秒 看到這裡是一波駱駝大決戰嗎 看起來有點像 好 雷王駱駝升上去 但是屈指羅羅人這邊高打低 高處傷害效果非常優勢 最近刀到了一隻 一隻的地王駱駝進行反擊 兩邊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但是屈指羅羅人有高低優勢的關係 還有額外增傷跟傷害減免 所以傷害受到方向地沒有那麼痛的感覺 但一度三 駱駝有攻速加成 額外增傷跟攻速加成 到底誰比較優勢呢 地王駱駝這邊是壓制了回去 那屈指羅羅人這邊少了三攻的關係 看起來面表是會輸了 那以正面互打情況下 數量透過好像也沒輸到哪裡去 哇 真的是數量壓回去了 地王駱駝這邊後面集結一下 屈指羅人回到了三隻 再回打一波 可以轉出了少量的反任投資手 反任投資手是不是可以串燒 對方單位的一個人襲奴炮 好 屈指羅人抬開想要擋住對方的壓制 那屈指羅這邊請全軍 全國之力 爆出了大量的地王駱駝 好 地王駱駝這邊 駱駝回去相當好 那華人投資手這邊還要再繼續採嗎 還是要繼續回頭採 駱駝呢 好 屈指羅人這根堡蓋起來 這邊挖石頭村民直接撤退 五台巨型投資機架了起來 但右邊印度散轉出了火炮 第一時間回頭攻擊後方的火炮 但沒有找到火炮 找到一邊路過的肉碼 這隻肉碼表示火太難了 路過也有事 好 正面的地王駱駝 扛出了屈指羅人的駱駝壓制 結果打擊效果非常好 即使擁有了這個4點的防禦加成 防禦7點 這趟地王駱駝還是有點難抗 這邊地王駱駝打的是額外增傷 並不是基本傷害的面表 8加4 12共傷害 這邊要來拆除掉了 左邊城堡 好 好 明明這邊就去爆出更多的駱駝 華人駝子手這邊串燒效果還不錯 但是對方是地王駱駝的關係 血量掉得很慢 因為華人駝子手基本傷害4、5攻 地王駝駝的防禦是3防 所以打一下只有兩批型 數量不夠多的情況下 看起來很像在刮山 沒什麼防守能力 主要還是要靠自己的弱頭 去行反擊 明明這邊賣賣了一些 把這個資源賣掉 換出一些黃金 繼續產出地王駱駝 兩邊地王駱駝的產量 其實差不多的感覺 看起來是 沒有誰特別產得更多一點 但是現在還可以打到5-5開 這就是曲折羅倫的一個 馬舊單位的額外增上效果的優勢 左邊這塊野金 要被曲折羅倫奪回去了 這邊直接攔截挖村的黃金 應該是很難帶回家了 印度散這邊黃金可能要 開始歸零了 右邊這裡挖黃金的是曲折羅倫 還有這個石頭也是 野金的部分都被挖走 自己要去壓制回去也很困難 正面部分快要扛不住 還是這邊要鬼轉槍兵 但這邊轉槍兵的話 會被還人頭子手給打爆 但現在不要管還人頭子手 現在光臉正面的駱駝快要解決不掉 哇 正面的地王駱駝損失慘重 後面拉了一隻地王駱駝 去駱駝打火炮 火炮被順利收了下來 那是後方失巨頭 沒有辦法解決 這四台巨頭拆成的東西太快 瞬間拆掉了城鎮中心 後面補了一個魔防 再去稍微 稍微 補下農田 有黃金的驅逐羅倫 轉出了還刃頭之手 想要預防一下對方鬼轉槍兵 自己也把步兵開帶也升了上去 這邊開始有大量村民被 被慘遭毒手 這邊的肉馬 想要來拆除四台聚合有機會嗎 直接一個防守成功 攔截到了非常多的肉馬 肉馬一瞬間就消失殆盡 驅逐羅倫的耳外增傷效果實在是太優秀了 印度斯坦有點尷尬 沒有黃金的印度斯坦 我們剛剛開頭似乎有說到 是否兩人 OK 過來印度斯坦要轉出槍兵了 沒有黃金就只能轉槍兵 驅逐羅倫這邊早就已經準備好了 你轉槍兵 我就串燒你 驅逐羅倫點下了 建築學 增加一下城堡的耐久度 讓被拆的速度再更慢一點 看來他想要孤注一指 但這邊槍兵非常廢 只有二級的步兵鎧甲 所以槍兵更 更扛不住還了頭子手的傷害 被打下還有三滴血 21隻 基本上是瞬間秒殺了 好 這邊羅馬想要再次去抓掉巨型MST 正面的帝王若驮過來 後面老頭壓制 羅馬在後面繞 拉里驮若驮回來 槍兵過來 往前直接被還人頭子手沒收掉 這邊印度斯坦打出了GG 哇 這個控兵控得很好啊 印度斯坦控兵其實已經很厲害了 一直想要打多性去引開他的阻力 然後帝王若驮也是想要找個機會 去拆掉剩下的巨型投資機 但是最後呢 驅逐羅倫的控兵更勝一筹 反正投資手站在重要的位置 還有少量的駱駝在這附近血防 讓印度斯坦沒有機會拆掉巨型投資機 那就是驅逐羅倫這邊的勝利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驅逐羅倫拿下 所有資源的勝利 不是所有資源 就是拿下了大概4000多的資源勝利 那KD方面也是驅逐羅倫拿到1.55的KD 印度斯坦的是0.64 沒有想到帝王駱駝 還是有可能會打出這個驅逐羅倫的駱駝 這種影片也是在跟我們講 並不是人家駱駝就一定是最強的 其實還有比他強的駱駝文明 也是可以被看見的 像是驅逐羅倫這個文明 就是一個駱駝增傷非常痛的文明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掰掰 訂閱 Opera 右賓 成功 based